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RCD 列治文查障人士支援中心 YouTube 频道 ShareNet 我是Carmen RCD一直以来制定了很多免费或收费活动和课程 专门提供给我们的会员参加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RCD 未来第二季度由4月到6月份的活动 RCD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提供活动给会员 由于疫情的关系 现在我们 RCD 所提供的活动是会透过 Zoom 进行 活动时间表是可以在 RCD 的网站找到 大家只需要按入影片下方的 RCD 网站连结 进去就可以在网页最上绿色框框的位置 大按钮按一下 就可以下载到活动时间表 大家一起来看看 4月到6月份 RCD 究竟有什么活动呢 大家可以看到时间表 星期一呢 1点到2点 有英文班的 这个英文班由4月的12号开始 英文班是因应不同的程度分为三班的 有第一班的Fund with Words 另外有Reading and Writing 还有有会话的 会话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暂时暂停 星期一和星期三 1点到2点 星期五就会有 另外一个英文班在2点半到3点半 Reading and Writing 除了英文班之外 星期一2点半到3点半 还有一个Tag Talk Forum的演讲论坛 Tag 其实是分别解作科技娱乐和设计的 是一个全球性的演讲活动 Tag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更多不同界别的人士参与和分享 题目更加包罗万有 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更多的活动 RCD的资深讲师Tom 会帮大家挑选一些很有趣的题目 制作出一个非常适合 内容丰富的活动给会员 自从这个课程去年推出之后 反应非常热烈 Tag Talk Forum 这个课程 由原本只得四节课的课程 已经变成今天每个星期都会有的课程 好了 我们又看看星期二 星期二2点半到3点半 就有个Social Games Club 游戏俱乐部 以往会员来到中心一起参加一起玩 多数我们一起玩一些Broad Game 或者是一些下棋的游戏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主持就为大家找来很多小游戏 可以透过Zoom 和大家一起进行 娱乐性是非常之丰富 大家都玩得非常之开心 如果想知道究竟玩得有多开心 大家记得星期二2点半到3点半 记得参加 好了 今次我们又看看星期三 星期三 今早上10点到11点 就有Mums Language Club 这个Club是以一个小种形式去进行 就给一些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长 有一个既轻松 又不需要顾虑多东西的时光 小组最主要是进行一些语言的分享来互相学习 题目也是很紧贴时事 学习过程都有很多互动 非常之有趣 星期三 星期三 1点到2点 有刚才提过的英文班 Fund with Words 另外是2点半到3点半 有一个Wellness Connection 是由我们RCD 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 Dave主持 Wellness Connection 是设计来给大家 在疫情期间 仍然可以拥有健康的身心 Dave透过一些练习 给大家学习如何放松自己的身心灵 好了 去到星期四 星期四的11点到12点 有个Photo Fund Club 这是我们RCD全新的活动 透过摄影 用图像来讲故事 RCD也会邀请一些非常热爱摄影的人士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些摄影的小提示 例如构图 取景角度 或者拍摄手法 甚至乎是后期加工等等 令到务求那张照片更加丰富 为了方便中心日后 可以分享大家 参加者拍的照片 参加者是需要签一个 同意分享的声明 我希望可以看到参加者拍的照片 好了 到一星期最后一天 星期五 星期五有一个 10点45分至12点15分的 Live Skills Class 这一星期是需要收费的 这一星期是设计来给一些有需要的会员 去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 当中包括有自己身体的护理 对金钱的概念和管理 以及如何与别人相处的社交礼仪 然后下午1点至2点 星期五有一个 Fun Skills Exercise 由两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义工 去带领大家做一些简单有效的伸展运动 让大家在疫情期间都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 好了 来到最后 刚才也提过了 星期五 2点半至3点半 都是我们的英文班 这个班就是Reading and Writing 以上的班 报名的方法非常之简单 只需要填写、表格、登记 成为RCD的会员 之后可以透过Zoom 来参加我们RCD的活动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查询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在下面按赞 和分享这段影片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 多谢大家收看 谢谢 比赛 比赛 还要订阅我们的溜达 习近的观众 有什么传统 还有那些现在